来 怎么穿反了 梗莫迟 我就不信你今天不给我低头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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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韩志 齐先生 坐 你就是韩志 是 齐先生 齐先生 您留步吧 下次再见 好的 再见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的晚餐 不用谢 希望我今天说的话 你都能听进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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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又提结婚的事 怎么是突然呢 我这几年一直在暗示你 我们俩是可以做成一个 新的家庭的 是你在那儿装工作 要假装听不见 我不想等了 我要跟你结婚 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死不瞑目 你够了啊 有这么周自己的吗 要是你再这样对我 让我一点希望都没有 好 我不如死了算了 天心 买糖 干吗 我真的很累了 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合过眼 我跟你说件正事 说完我就走 说 这就是正事 我找到一个和耿波池 配型合适的心脏捐献者 这个人得的绝症 快不嫌了 只要真人已死 耿波池就可以做她的心脏移植手术了 我看不明白 你看得明白 看不明白不重要 只要大夫能明白就行 关键是 你想不想救耿波池 我当然想救他 对啊 很好 那咱们就谈谈条件呗 只要你跟我结婚 了却我这个疏远 我就把这个心脏捐献者的真实的信息告诉你 反之 这事 只当我没跟你提过 你 你 你拿这个跟我做交易 做交易 好 你就当它是个交易号 反正人我是找到了 各项指标都非常地匹配 跟莫师能不能够得到这颗心脏 就指望你了 齐树林 你省省心吧 我就算再爱他 也不会拿婚姻做交易的 你和敏兰一样 你们都走火入魔了 我是走火入魔了 但凡这些年我能够劝住我自己 不那么爱你 或者是少爱你那么一定点的话 我都不会落到今天这个点 我现在正在感情里面太深了 我花尽他所有的力气来爱你 你到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不甘心啊 我一定要跟你结婚 否则的话这五年我白瞎了 你做梦 我不会嫁给你的 你拿一颗子虚无有的心 跟我做交易 齐树林 你可以诬蔑我的智商 但请你不要卸足神圣的婚姻 你怎么能够认定 这是一颗子虚无有的心脏呢 你真把我当幼稚圆小孩了 伟名文章医生花费那么多年时间 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心脏 至今都一无所谓 你分分钟就找到了 你是谁啊 你不硬就算了 你不硬就算了 据我所知 梗墨是活不够三个月了 容你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资料我就放在这儿 你慢慢看 快 快 快 喂 喂 凯西小姐 凯文 我在门口等你 我寄你出医院 老师 你为什么要 六个小时前已经开始手术了 我明明通知在这儿等消息 就知道昨天晚上 明明好一台手术在做 我还是被推进 到现在我们面前的 那我再痛会儿吧 要不再痛会儿吧 张医生 去道个别吧 那很快就推到我们台北前去了 嫂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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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你都不让我见你最好的 你答应我会好好活下去的 你个骗子 你让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 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我真爱了 你想想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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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会 齐大哥 齐大哥 其实 你们应该告别的就是他 齐书里 不 不 我吃了 这是一个意外 一个巧合 也许是天意吧 是 我是三个多月前 得知齐书里患上了肝癌 已经是晚期面临手术 这让我震惊的同时 也非常难过 随后 他接受了手术 但是非常遗憾 癌细胞已经拓散了整个胸腔 医学上称之为播种 这种情况下 手术通常失去意义 化疗治疗 目前暂停是三个疗程 具体的安排 雅塞大夫会专门给你沟通的 化疗能治好我的病吗 这个 不能 是吧 可以延长一些日子 延长一些日子 做个化疗 牙犬没了 头发全掉光 手脚发黑 愁死了 我可不想要这样的自己 甚不如死啊 你跟我说句实话 我要是不做化疗 还能够多久啊 大概六个月 半年 我这一辈子就剩半年了 还要不做了 反正恨树都是要死 我干吗要让我自己生不如死啊 就剩这点时间了 我得拿来多配配考儿 齐先生 我劝你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 我得拿来多配配考儿 就这样决定了 齐树里坚决不肯做化疗 我劝了他很久 他都不停 出院后不久 他就回国了 而我则去了德国 进行一个学术交流 就在一个月前 我从德国回到西雅图的实验室 在助理给我的文件里 发现了你们给我扫描过去的 心脏移植配型资料 我一看资料 就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那些数据我见过 苏杉 是 请去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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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当我将病例报告上的各项数据 与心脏配型资料对比后 我意识到了某种可能 我就飞回了中国 我要见齐树里 齐树里最终签署了心脏捐献的医院书 他应该是有过挣扎 他要我别告诉你 他说一切交给命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在婚礼举行的当天 耿末池就不行了 齐树里在得知耿末池活不到天亮后 他又将面临艰难的抉择 天亮后 睡吧 好好地睡一觉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弹阳还会朝朝生起 你爱的人 仍然会和你在一起 考二 我就先走了 要是明天天亮 你见我到活着的根末尺 你就会活不下去 你要是活不下去 我又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呢 我真的舍不得 真的舍不得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凯文 我现在要去医院看梗莫芝 你现在马上过来接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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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 除了个墨池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Franc 除了个墨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齐先生原本是要来医院的 但我们突然接到 他助理凯文的电话 说齐先生快不行了 我们的人到的时候 车库门是关着的 他在车上不知道怎么睡着了 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送来医院 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 因为他生前签有器官捐赠医院书 我们随后就安排了肯沃迟 心脏移植手术 谢谢你 谢谢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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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呢 他出发去美国之前 总感觉他还会毁了一样 他是个值得钦佩的人 我要永远铭记在心里的 这办公室也会永远被他保留着 你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把心脏给耿磨持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可能就是一种爱的方式吧 齐先生他爱考二 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 因为除了爱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解释这件事情 你也知道 耿先生是他的情敌 这是我见过最情深意重的爱情 齐先生可能比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 就算自己的生命终结了 他都会用另一种方式 让爱得以延续 这种方式 葛墨池现在跳动的心脏 是齐书里的 他跟白考尔这辈子都不会分开 葛墨池跟白考尔在一起的 每一天他都是存在的 这个男人真是太会算计了 连死了都在算计 米兰 行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就是我 我做不到像他那么伟大 你满意了吗 这世上可能没有几个人 能够做到齐先生那个分手 他教会我们 爱不是战友 而是成全 弗弩哥 这五年 是你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时期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我是爱你的 是亲人般的爱 这个墓地 是墨池亲自给自己选的 他说这里很美 晚上可以望见湖区的灯火 有这么多灯火陪着你 你应该不会寂寞了吧 你应该不会寂寞了吧 嫂子 毫无量的 前面 你应该不会寂寞 是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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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是 啊 是 卡儿 我刚刚去了奇术里的墓地 带我们感谢了他 是要感谢他的 奇术里 谢谢 谢谢你 我活过来了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你能安我一下吗 好啊